请坐 电视里面经常看你 这么弱吗 它这么弱呀 虚弱呀 已经是画面四十多次了 放聊了七十多次 放了七十很不止痛很止不消 放在哪里 放在肝腔 已经入了临床研究了是吧 进过 然后吃那个药 没效果 现在已经治了 所有的药都用过了 放疗也用过了 临床新药也用过 这可以 这个是一种中药的抗癌药 它没什么毒肤反应 可以试一试 或者你带他去找一下 中医的那些人 他们会调 他的状态很弱 他耐受不了 中医吃的三年哦 不是 不是一直吃 要调的 不同的阶段 它不一样 他现在经过了这么多的化疗 免疫治疗 放疗 这么多治疗以后 他的身体很虚了已经 所以这个这么虚的时候了 你用那些 西药呀 什么 你自己的本体不好 起不了作用 所以要用中药 把它给调好 调的免疫力呀 身体状态都好了以后 他才有机会抗肿瘤治疗 否则的话不要去硬搞 硬搞的话那些 药的副作用会 打垮他的身体更麻烦 对 痛了就 先用点止痛药了 不怕的 但是调理好身体最重要 感谢观看